高的狂神回覆 孩子想當網紅小主播 最可怕的是眼前看不到 玩事情像我們大人 現在很喜歡玩一些直播的東西 跟大家互動 我發現小朋友 好像還滿喜歡這些東西 像有些小朋友很喜歡 當那個YouTuber的小主播 可是好像這個東西 會引起一些些的 比較不好的事情是不是 因為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們社群軟體 基本上它不讓年紀太小的 自己擁有這個社群的帳號 主要是會有些風險 比如說他可能會遇到網路詐騙 比如說他有可能 現在留下來的影像 他未來他不想面對 但是就永遠留在那邊 被人家copy好幾次 他長大以後 他整個這一輩子的形象 都被定格在那個小時候 不喜歡被人家看到的樣子 所以其實他既然年紀還小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讓他 暴露在這麼一個廣大 開放的網路空間裡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孩子已經想好了 那他的這個年齡也已經到了 他已經可以自己開 比如說十幾歲 他已經可以自己開一個平台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問 那你想當YouTuber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之前有一個YouTuber 不是後來整個關掉嗎 他說他這麼十年來 他每天只期待別人的掌聲 他從來沒有獨處的能力 所以這個後來他就憂鬱症嘛 所以他才決定要關起來 說我要重新面對我自己 所以你看一個孩子 他還沒成熟之前 他會暴露在危險當中 成熟之後他開始 這個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所以還不如 如果你的孩子正要當YouTuber 至少你要很認真地 跟他討論過一段時間 確定他的心智已經成熟了 而且有真正實際的目標 不僅僅靠外表 那我想這才有可能 成為一個正向的一個方式 了解